我們現在介紹這道菜為清炒魚柳 首先包裝打開來 裡面的材料有 魚柳、薑絲、木耳、紅蘿蔔 蔥 自備的調味料有沙拉油2大匙 鹽巴、味精各1小匙 水50cc 首先我們鍋中先加2大匙沙拉油 爆香薑絲 等薑的味道出來之後 放入紅蘿蔔、木耳 拌炒均勻之後 放入水50cc 放入魚柳 放入魚柳 鱼肉 鱼肉變成白色 十七個放入調味料 鹽巴味精各一小時調味 調完味放入蔥段 等醬汁略維收乾即可起鍋 我們青草魚柳完成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